大家早上好呀 今天打算穿点啥吗 我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特别想穿一条连衣裙 因为这条连衣裙我前两天的时候 其实特别特别想穿 她穿上去真的好美 是不是可美了 你看她是这样子的 我当时就觉得说妹妹啊 又不行了 没有人妹妹啊 咱不是在直播啊 好不安 哦 日常穿嘛 所以呢 我是要带金色还是银色 但我感觉我更想带银色 我从来没带过其实 这个是Celine好多年前的 我特别想开一个饰品店 把我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饰品鞋子 哎呀想起来就好开心啊 那刚好我就带这个鞋子吧 这不也巧了吧 这不也挺搭的 其实我超级喜欢这种夸张一点的饰品 它有流动性你看它其实是贴着我的手指这样子 然后要是有人惹我生气的话 我就可以这样 进入一个选手表的环节 两个手表 所以看起来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我觉得我带这个吧 因为一般穿裙子我会喜欢你带圆的 然后如果穿西装我可能带方的会比较多 我打算跟大家分享一期手表 有没有什么比较感兴趣的 你们也可以在宫廷去跟我说 好 就是这样 夸夸张张的视频都已经搞定了之后呢 下定啊什么我就不要了哦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 这个裙子我也不加腰带 因为我觉得也没必要 和什么香水泡我最爱的一瓶吧 什么 这个因为它比较柔一点点 然后我们的包包 我有点想带这个包 然后呢我就刚好把一个丝巾绑在上面 我很喜欢它这样的形状 然后这个丝巾有点多 我觉得就这样吧 因为这个裙子蛮女人味的 我不太喜欢女人味的元素太多 所以你看我今天用的金属 还有包都会比较硬 我希望我全身上下就是都能有细节 但是重点是在衣服上 所以我的口红还是涂的浅一点 这个裙子哦 我要在外面走一走这样 因为阳光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明天见